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人还在我身后 拥抱着我 路过窗外的烟火 挥挥手 在即将到达的路口 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 你都把人的烟火 整天的一个烟火 你就怎么了 就帮眼看着是一样 再再按到了 地址 那 Leute 空间的厕ình 作词 什么 你会嗅着 你伸 Scout 你太大了 女士悠闲 女士悠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可以了啊 你们等下来吧 挺麻烦的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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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我差这两步了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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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不是手机 你不是手 你们故事这么多电脑 安全地 挺有话 老大 你咖啡话好了放得多了 好 好 你扫我现在不能喝咖啡了 来 给你扫个杯子 来 温的啊 千万不能太热 下班我来接你啊 安全第一啊 太齐了 这怎么全是生的啊 这不有熟的嘛 你把我们当兔子了 你媳妇需要营养 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 他说所有这个主播的蔬菜啊 里面的酱酥 全部都被破坏了 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 你们没有感受到 它旺盛的生命力吗 你们以后得听我的 要学会养生 我现在要去叫外卖 想吃的 跟我来 我要吃烧烤 我要吃馄饨 好 给我点两个腰子 好 你怎么没去泥家来啊 这 怎么哪儿能不能遇见你 这就是缘分啊 你加的纪念品呢 我辞职了 很好 好什么呀都失业了 这正是师父的相招 陈大夫 这不是你真实了 辞职以后什么感觉 很平静 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 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 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 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 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人 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 证明你有典型的 欧妇情景 陈大夫 我真没病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很多人呢说 男人对这种事情 是后知后觉的 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 性别倒错 我特别希望能在 怀孕期间 检查你的护尔毛病 陈大夫再也不见 来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慈山中啊 公司需要新的增长点 楼宇广告虽然已经饱和 但是精准投放这块 还是有得做的 来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好客气啊 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 我来 我来试试 这个好 这个有点意思啊 明宝 来试一下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还有谁想试一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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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我今天早上 刚搜的 他就知道了 七八五隐私 蒋梅 最近有点恨价啊 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 我在开会议呢 他会跟你 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 那拖了一个礼拜了 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 我用你来啊 什么马上 你上次也说马上 我在你们公司那会儿 等了你三二十 致命保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 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 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快点 我来等你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要去做产检 产检 天哪 你简直是稀释好老公啊 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 陪我来做产检 不是吗 你老婆简直是身在服务 你们老公肯定忙 我这闲着没事儿 我就过来了 这种事情 真的不可能来的啊 你们老公肯定是忙 没什么 我替你们老公做什么 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 谢谢 谢谢 我帮你打热水 什么需要 需要交费的单子吗 我帮你们带过去 帮你们淘宝团 谢谢 谢谢 你们什么需要告诉我 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 谢谢 谢谢 真好啊 真的啊 喂 我回开怎么样了 不能用手机 产检呢 大夫 这 这 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确定 你这 宝团是哪儿不好了吗 我上次产检的时候 我还都好好的呢 等一等 我就说吧 让你别上班别上班 偷偷又那么重要 你就不是不知道啊 这下好了吧 我错了 我不是担心宝宝了 担心你 宿舍这么大了 身体经过去折腾 都别说了 没玩了还 宫内阴沉十周 双胎 双胎 双胞胎 你说谁你打 你怎么开的更慢了 这挺快的呢 咱车上现在四个人哪 不过这一下来了俩 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 咱俩难成 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 得请金牌的吧 还得吃两个 这个应用品咱再美双份啊 完了完了完了 草率了 这应用事买早了 再回头给它退了 换个双人的 你啊 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 人家 人都说了 说我性别倒错 谁要嘴这么坏 不过 杨真 这俩要是出来了 咱家可怎么住啊 没错啊 现在都有住下呢 等一下来俩 没事 这边积极更健康 妈 快快快快 出来 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我们两个去产检了 怎么样 孩子怎么样啊 结果怎么样 您自己看看 双胎 双胎谁意思啊 就是您看到的意思 两个啊 双胞胎 真的 你看这儿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太好了 你嫂子真厉害 一怀一怀俩 行啊你 那宝宝出生以后 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 有啊 厨房 厕所 床底下都可以睡 陛下走吧 快给你扫掉点水 快去 干嘛 太危险了 帮着剪一下 剪一下 你不管 这儿吗 来 来 下班的节点啊 拜拜 拜拜 什么呀 双胞胎 双胞胎 真的啊 恭喜啊 姐夫请客吃饭 没问题 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 这一下能怀俩 也就十天一个人心手屋 八天一个千年老身 五天一颗灵芝 三天一只王八 一天一只鸡 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 是 我告诉你啊 我是孕妇 受法律保护的 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 我这刚找找点成功人士的感觉 你就又给我出难题 问你个事 你讲吧 我现在什么打击 都能承受得住 有没有合适的职位 能够给杨真啊 他吃得了这个借来之食吗 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 我给你拖一个猎头的微信 好 谢谢 他是公司的领导层 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 喂 知道了 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 要去送一下 这个人在朋友圈里 发这么性感的照片 是个正经人吗 虽然你还自诩职业女性 知不知道这个年头 干什么都要看脸的 我没听说找工作 还要看猎头好不好看的 家里的糟糠之夫 还当成宝了 跟你这种分分钟结婚 离婚的人哪能比啊 我们这种传统的 也只能在乎在乎 我们家里的那个了 谢了 娃儿姐 这儿有跟你们老大的快递 谢谢啊 不客气 娃儿 我昨天管你要的安泰的方案 你还没给我 一会儿的 我先把快递给老大送去 那你别忘了 很着急的 老大 进 快递 快递 谢谢 沈明保怀孕 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 还有新区分 沈大经理如何 告诉过你 虚可信不简单吧 如此看来 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 老板 你这边就走 老板 你这边就走 来 来 徐总 你能过吗 没关系 没关系 这边请 这边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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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好 再见 你俩先去忙吧 好的 我这刚怀上韵影 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 什么情况 这个叛徒 这么快就发给你了 我是要吃醋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个男的 绝对是个渣男 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 你一个孕妇 一级保护动物 还闹过劳务纠纷 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 我哪儿像孕妇了 你看我像吗 我像吗 我不是个正常人吗 别自欺欺人了行吗 从闺蜜的关系上看 我恭喜你造人成功 但从雇佣关系上看 这的确是个噩耗 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 可以啊 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 在七薇那儿 这事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好好好 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 行 看 这个是给你的 这个是给宝宝的 你说来就来吧 还带着什么东西啊真是 快坐 快坐 我给你倒点水 你不用麻烦我不渴 没事 没跟你说 是没到三个月呢 好多人不知道这事 没敢生长 确实 这个月份得小心 来 喝水 我听薛可欣说 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 那当然了 我妈肥水不流外人田 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了 我真没白疼你 正是时候 怎么了 我当时啊 是为爱情冲昏了头脑 现在冷静下来了 还是那句话 只有工作 是安身立命之本 我刚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 你还记得吗 工作呢 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 感情呢 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 结果自己挖坑 给自己跳进去了 爱情还是要有的嘛 只是我辞职之后呢 我这位老母亲 唯独的化妆机会 就是去开家长会 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气了 大毒啊 那那小胡 她现在还那么中选吗 别提了 笑面虎这个王八蛋 把这事捅给她妈了 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 见了 怎么样 她妈可厉害了呢 见到我 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 还上手了 你看这儿 鹰爪弓啊 这脑底严重的呀 是啊 这现在还是红着呢 那那小胡 她什么态度啊 就是一妈本的 那这意思你俩歪了 长痛不是短痛吗 那行 没事 反正咱有工作 这薛可欣啊 马上就新三板上市了 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要去了 你怎么办 薛可欣又说了 咱们排排做分果果 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 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互不干涉 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 怎么了 老公 你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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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喂 有烈焦给我打电话 我要我心够住了 妈 妈妈妈妈 这个人 我看人 来 小洋 恭喜你啊 你就是那个杨征啊 什么叫那个杨征啊 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 你是那名气可险 是吗 由于你的技术失误 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世界 那不是我的责任 这个过我不备啊 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缘故 出了问题 就要勇于承担责任 是我的责任 是我的失误 导致着产品召回 杨先生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 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 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 带着百人团队 主导了四项研发 全部都是封闭开发 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其中三项实际 我们工作的企业文化是 快乐工作不提倡加班 那最好我也不提倡加班 所以我也不认同 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 但是我们是很看重 员工忠诚的 听说你在华盛东方的时候 就是个刺头 还带着员工造反 我确实参与了 但不是我带的头 我确实也不认同 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 具体所以说 首先是以极低的 薪资水平压榨新人 不说鼓励加班 但说鼓励奋斗 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 这种工作方法 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 完成的任务 还要拖拖拉拉 磨磨叽叽 工作效率极其地低下 因为你不加班 就等于不奋斗啊 其次是内部竞争 为了不被淘汰 部门之间要竞争 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 说白了这是什么 这些就是内耗啊 如果一个新人 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混到了中层 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 办公室政治里去 所以一旦出了问题 没有人想办法解决 都在找卑国侠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为了保住 自己手里的饭碗 没有人敢自这个责任 第三 追求成功 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 统于失败啊 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 不是我们自己 是老板 这样的评价系统 本来就是不公平 不客观的 我的人生成不成功 不是取决于老板 对我的赞许公司的加奖 而是取决于 我的价值 能不能最大的体现 我的潜力 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 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 和企业放大出来的 所以 我要再找工作 一定要找一个 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 但是很遗憾 我想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 那你就必须 有一点 对 为什么 你们知道 还有一个 比如说 的话 我闹钟呢 闹钟没响啊 响了 给你按了 下来你多睡一会儿 我今天见客户路上 我多赌你不知道吗 齐薇不是回来了吗 让她去见客户啊 你现在怀孕了 你让她多照顾照顾你 帮帮你的忙 谁家公司养闲人呐 我不 我不上班 穿上这块饼啊 你说谁闲人啊 人家不一心呢 二人 我知道 你还欣赏老婆 想让我多睡会儿 还算有良心 你今天不去面试吗 不面了 为什么 不想面试吗 不想面了 我早就上了各大公司的黑名单 叫我去面试 跟看活势的 谁敢真用我 我听 面图说 有一家公司 一试已经过了 等着去二试呢 我去了 那我拿下手机 那 这以后呢 以后 以后也不去了 不想把伤口接给别人看 大家要看我 疼的是自己 以后啊 我就在家给你 煮饭 洗衣服 带孩子 这条鱼 孕妇吃得最好了 老板那帮我再拿一条 我媳妇还一双保抬 一次性完成生育指标 有效率 五十四 不是 老板 便宜点呗 行 零头给你抹了 五十 这太不爽快了 就抹了个零头 现在生意不好做呀 理解 理解吧 那你再帮我掏个袋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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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啊 你还是个好老公啊 现在年轻人出来买菜的 可真不多了 支付宝到账 五十元 年轻啥 都快四十了 谢谢 行行行 再来啊 杨真 杨真 干什么呢你这是 吓我一跳 怎么了 没吃饱啊 做实验呢 我把楼下超市的薯片全买回来了 看看哪种薯片分配最低 不会通过链的共振 把电视的生意压力 就这么无聊啊 这么无聊 起来 起来 我跟你说说 人拦久了就会丧失动智的 起来 去找工作 起来 两个宝宝说来就来了 咱们还 还得换大房子呢 民保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怎么样 还指着一个大肚子去挣钱呢 妈 你以为我不想找工作呀 你以为我愿意在家当女虫啊 我去找了呀 人家出事就把我给刷进来了 你知道女儿现在像什么吗 就跟这边薯片一样 人家都把我当零食 没人拿我当正餐 儿子 溺水行舟 你要是再给我上这种 新闻机场的课 我就离家出走了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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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拿一片纸药片 把内折 液折出来 好 轻轻地拉动一下 你和老师抱着她迟到了 我们这儿是孕妈课堂 您是 我报名了 杨征 好 好 好 那您请进吧 拿一下东西 不好意思啊 你好 你好 好 来 来 大家都看我啊 我们继续 我们把这个宝宝的腿 轻轻地用右手抬起来 然后迅速地将纸条片 放到她的盛夏 放到她的盛夏 基于媒介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赢了 依靠强势之道 我们跑散了 我们跑散了 爱情 多少美梦 成了说说而已 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 老公 我想喝酸梅汤 我们 火不暖条 在哪里 却又浮浮沉沉 的飘荡在哪里 停在 灯火通明 的夜里 我们 又来又去 心却在 那天 放个形式 慢慢地把宝宝放进去 摇一摇 接触水温 摇两下 好 放到我们的澡盆当中 好了 各位同学辛苦了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最近看没看那个黄金档 那叫 我们都要好好的看 看了看了 看了看了 那个剧 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啊 这怀孕期间 害怕这么一哭 影响孩子的发育 是 那戏看了我也看得太闹心了 但是我跟你说不行 你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朋友的朋友 怀孕的时候老公出轨了 天天干人家 天天干 最后生完孩子畸形 畸形 畸形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离婚了呗 还能过呀 能过吗 还离婚了 我跟你说 我们一定不要有负面情绪 这样生存了宝宝才健康 对 对对对 不过我不担心 我老公是搞金融的 一天忙得很呢 他可没时间出来 我也不担心 我老公似大的 我老婆也没时间 我老婆女强人 公司马上就要 信财板上市了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我老婆那家伙 那 但是明天上场 有什么大折 我带你去啊 我带你去 什么大折 我明天没事我跟你们上去 那 都是女装 你去看一下 那是老婆的女装 你不懂 什么你 我带你去带你去 带你去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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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下课 带你这样 太多了 那你也等我把车停完 送你上去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明天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 那你都不需要我了 那我就出去挣点外快去呗 有人找你姐在马啊 跑网约车 那也行 注意安全 拜拜 等等 我给你开门 下班见 拜拜 曼曼 我这车涡轮增压 零到百公里加速才七秒 推背赶港港的 还有我这音响 要不要听听 重低音简直不要太棒 还行吧 那个 我这车 车实是有点操啊 比起你哥那车 差得稍微远点 但是没准你哥那车 还跑不过我呢 他跑那么快干嘛 又不赶着投擦 也是 曼曼 你想去哪儿 我带你去 哇 曼曼 这里风景好美啊 曼曼 曼曼 怎么感觉 你心情不好呀 没有 我嫂子一下子怀了双胞 他家里肯定没有我住的地方了 我就在想 要不找个人嫁呢 好啊 你也觉得这个主意很靠谱吧 你那家庭关系那么复杂 寄人离下的作为肯定不好受 不公办办 但是择偶呢 你一定要认真考察 仔细筛选 标准千万不要太低 但是适当的也不要太高 你一定要从人品 学历 颜值 都方便去考虑 我的择偶条件呢很清楚 就是两个不考虑 一就是对感情不专一的不考虑 二就是没有八块腹肌的不考虑 你懂我意思啊 那个 我又没想追求你 你的择偶标准 为什么要跟我说呀 你没想追我 那你还总给我的刷宝点赞 三天两个都找我 我 我那是买了一辆新车 我想找人分享一下 你喜悦的心情 那行吧 曼曼 你去哪儿呀 我车在那边 文件 我看了啊 不可以 必须修改 按着我说的来 怎么了 小刘 感觉不太对 报警了 赵董 我下去看一下 嗯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赵董 车太棒了 叫车 是 赵董 车到了 不好意思 赵董 这是我能叫到最快的车 你好 很荣幸为您服务 请记号安全带 目的地如我变更的话 请提前通知 谢谢 用去接你吗 啊 我刚借了个单 离你那儿不远 你急着犯伤 司机师傅 开车能不能专心一点 这要是我家司机 一边开车 一边讲电话 我早点把它开掉了 不好意思啊 不是 你有本事 照顾好你自己吗 要没本事就让我来 一会儿接你去啊 啊 好 先挂了不说了 我这程度这儿不高兴了 好嘞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怀孕了 就多说了两句 一会儿您别 别给我查评啊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不想结就不结婚 不结婚也不犯法 是不触犯法律 可是犯了世俗的法 犯了伦理刚常的法 现在都喊 不婚不育保平安了 谁管你啊 我老婆怀孕了 你看我干什么 我 我看您这个形象 应该不愁着啊 凡夫俗子 以貌去人 我觉得啊您要是单身啊 肯定是因为太高楼了 我回国来才知道 有个词叫做婚恋市场 你知道吗 市场 谈婚论价 已经赤裸裸地 变成了交易 恩经要两 讨价还价 试婚男女 已经像地摊上的苹果一样 等着被人挑戒了 卖不出去就掉价了 送你一句话 要是生活调戏了你 还是得保持幽默感 生活调戏过你吗 我一直在被生活调戏 跟你说实话啊 我这是 刚被开了 这开车现在属于是在就业 什么原因 嗯 范晓仁吧 中国人总喜欢把人事失败的原因 归结为范晓仁 借口 跟您说了不信不信就算了 要是有人像你对你老婆那样对我 我可能会以无反过地嫁给她 不管她老与丑 结婚与未婚 我对我老婆怎么了 我 我 你上班 我的面 我 没事吧 什么没事 多有事啊 你看我这声 有问题喜俊 你喊什么呀 我这车就倒了 我这面都撒了 你车倒了你还给我车滑了呢 我不管 反正你把我车撞倒了 不是我 我这右转线 我这右转线 你怎么能从连航那儿过呀 你变现我最想我 你这么开车你去路权的 你去隔离带呀你要去 我不管 你什么隔离带呀你要去 新宝 让他快点开车呢 你们给我评名礼 不好意思 说阿姨们你们给我评名礼 你还要快起来 起来起来 我腿动不了了我 行了行了快点走了 我这怎么起来呀 我腿动不了了 你站起来住 我站不起来了 明宝回来了 来 快点来来来 快来 专门给你弄的有机猪蹄 有机黄豆 还有有机酱油 妈妈妈 你快把这儿端走啊 我现在吃不了猪 闻不了猪 听见跟猪有关的字 我都有时候恶心 是吗是吗 干什么啊 拿下 拿拿拿再换一个换一个 来 来 来 酸黄瓜 尝尝 这不错啊 来 你尝尝 尝尝 干什么 这是给你扫子腌的 我试试读 你这 好酸 就说让别吃 好吃好吃好吃 真是太好吃了 不吃都吃 来 来来来 吃吃吃 杨周呢 腊活还没回来呢 你吃吧 回来了 回来 杨周 赶紧呢 洗手来吃饭了 你们吃吧 我没胃口 怎么了 没咋 你别别别 一会儿我来弄 这几个意思啊 不说话啊 赚钱靠大家 幸福你我他 赚钱靠大家 幸福你我他 成功绝不容易 要加倍努力 成功绝不容易 还要加倍努力 来 大妈 这条路上 怎么样 这个小学绿化 是不是贼棒 真挺好的 大头 我就用这个盘子 这里有一个洗手间 小河 上面还有 张特拉 这是给哥哥嫂住的 好的 采光也挺好 还能看见山呢 老腿老胳膊的 上去下不来 下去上不来 没关系 我准备了好多房型 这就是其中一套 走 我再带你去看啊 大妈 多大了 妈 年纪大了不让出门吗 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第三是一条载人规定 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现在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 您十二周岁以下吗 不是 我带我妈去医院看病啊 对 我看是后妈吧 她出来了 要不然你也不会 不对她的生命负责呀 罚款 都怨我 我怕打车花钱 都打车花钱 买房子不花钱 还看那么好的地段 你别光看总价格 要看性价比 大妈说了 还有好的配套 配套特别完整 我告诉你吧 从幼儿园到大学那一条街 全搞定了 人家孩子还没生出来呢 你就把人上大学来都给定了 这以后这牙也没长 就看着牙科了 这钻还没使呢 就看着眼科 未筹谋总是没错的 我挑的呀 都是性价比最高 房东着急出手的那些房子 那个地方马上要通地铁了 通了以后还会涨价 一千多万 真的不算贵了 多少钱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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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四圈蓝 足够是 我是透明的是吧 咱俩聊聊呗 我跟你说话呢 聊聊 蚂蚁 拖着生活 踏着风雪飘零 又晃在岁月的潮汐 我们跑丢了自己 我们抛散了爱情 多少美梦 成了说说而已 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 我们活蹦乱跳 在哪里 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 在哪里 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 我们又来又去 心却在哪里 我们相互温暖 在心底 像同一棵树 也自共吐着风雨 无畏天南地北的分离 因为又来又去 心还在一起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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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